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这个大学里面呢就发生了不得了的事 这个不得了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从2月8号上个礼拜三的这一天开始 这一间基督教的大学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停止的敬拜祷告 那他们在这个2月8号就礼拜三这一天呢 他们就有一个聚会 那这个聚会结束了之后呢 其实学生们都有自己的安排 毕竟他们也是个大学嘛 虽然是基督教大学会在学校里面有讲道有敬拜啊 有祷告啊这些都是会有的 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专业的课程啊 那其实在当天的聚会结束之后呢 学生都应该去上课了 他们下午有排的不同的课啊 等等等等的行程都要去啊 但是学生们都不愿意从那个地方离开 我看到有报道说 说有的学生呢 其实为了下午的课程 他已经走了 已经背包走了 但他走了之后 圣灵催促他 说你回去 他就一直走 他说那个屋里怎么还在敬拜 还在唱歌 圣灵催促他说你回去 然后他就又继续的回去 敬拜祷告 Yeah right now I think we've reached over 120 hours of non-stop worship praise, confession, testimony, scripture reading you name it it's basically been happening it's been incredible I am a senior here at Asbury and so I was in chapel on Wednesday and it was an ordinary chapel service you know we have them three times a week but then there was just people just kept worshiping afterwards it was a small group of students and then I was actually supposed to go to my 11 o'clock class and I'd even put my bag in the room and stepped out to use the restroom and then I could hear them continuing to sing and I was like well this is strange like it's 11 like we should be done by now but then I did feel like the Holy Spirit like nudged me to go back upstairs and then I did and then I ended up staying like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and then came back like every day afterwards and it's just been it's been incredible that kind of a敬拜祷告 just from that day just from that day just keep on going to now and it was a lot of people and it was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人 there are a lot of students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just that few days they were the school they were very nice they said既然是聖灵的带领 既然是神的带领 大家就可以去那边祷告 就可以去敬拜 so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in that way 把自己的床铺 也搬过去了 床铺 对 ok just kept on the other the other way just在那里睡觉了 晚上就在那里休息 and even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eople 很多人参与到中间 这些学生开始自发的 说那我们就是 开始组织这个饭食的事情吧 所以就可以在外面 直接用餐 然后之后就可以进去 所以大家都开始 自发的组织这些 就是让里面的敬拜祷告 就一直不要的断 wow 就一直在那里持续 而且呢 不仅仅是当地的大学生 更是有人 从很远 休斯顿 驾驶2000多英里 到他们这里来聚会 然后除了有休斯顿来的人 还有从密西根州来的人 还有从南卡 罗来纳州来的人 这些人呢 都从各地 有坐飞机的 有开车的 各地都往那个地方赶去 现在是新冠它们 从南卡 到最后的地方 都要继续 到全国的地方 都要继续 到大学生 在延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鸞嘴ыл然後發現 他現在發現他在 ak 學生音樂ploy dove 讀 слово Tonn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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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像五旬節那個時候一樣 還有那個使徒行傳那個時候 每一個人就是自願自發的 然後去敬拜神 然後校長他可以說 好啦 那學生們 該上課還是該上課 我們有事啊 然後電費水費也都是要 那你們就趕快回家吧 還是該上課去上課 但是他校長就是沒有這樣做 這是一個很值得 令人慶幸的一件事情 雖然也不是違反了什麼規定 或什麼之類的 只能說在學校裡面的 這些校長 老師還有這些領導 他們是非常順服聖靈的帶領 他們沒有說按照規章之路說 停掉 該幹嘛幹嘛 你全給我回去上課 沒有 而且這個學校 雖然規模不大 然後也是一個私立的 就不是說我們看到什麼 UCLA那種的超級大規模的學校 它不是那種的大學 是比較小規模的這種大學 但是他們在1970年的時候 他們也有過一次復刑 也是在1970年的二月份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學生 就是舉行了幾天幾夜的 這種威脅的這樣一個禱告 還有敬拜的這樣一個聚會 而且我覺得最酷的是 這個是自發性的 然後一切是很自然形成的 不像是刻意要弄一個敬拜 然後禱告 這個東西是一個平常的 一個流程結束了之後 然後就留下來 每一個人留下來 繼續在那邊禱告 這些人真的就是 在那個地方 把自己的時間線上 然後真的就是跟耶穌有一個 很親密的一個關係的時間 對 而且不僅是這樣 就像你剛才講的 我覺得這個活動的特質是非常重要 就是它不是人為故意設定的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很多時候 比如說我們什麼什麼時候 會有一個聚集 有一個敬拜的晚會 在幾點幾點歡迎大家來參加 或者是什麼什麼 一般都是人為的去舉辦 這樣一種晚會 那也不是說這樣不好 但是你會看到說 在這些年輕人裡面 真的是神的帶領 就是很自然的形成 我覺得那天去的人 他們誰也沒想到說 從上個禮拜 就一直敬拜到今天 對呀 大家都會有自己的行程表嗎 就是哦 那我今天完了之後 我可能要去上課 或者我可能要去看醫生 或者等等等等 都有不同的事情的安排 但他們從那天就 一直敬拜 一直到今天 那這個活動的特質呢 裡面有幾個是非常 值得我們去注意的 一個是 這整個活動是 當然是神帶領 但是主要使用的這個 點起附行的這個火的 這樣一群人 是以年輕人為主導 而且他們都是大學生 而且在他們這樣一個聚會裡 沒有大講員 沒有大宣傳 他們在整個這個裡面 有的只是一群年輕人在那裡 認罪悔改 敬拜讚美 但是這樣的活動 卻吸引了超過1600個各地的人 來參加這樣的一個聚會 而且他們那個禮堂 其實也蠻大的 就下面很多座位 然後樓上也有座物虚席 然後很多人會倚在那個牆邊 或者在側門裡面 一起來參加這樣的敬拜 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你要大學生在那邊敬拜 然後呢通常在教會就好了 很多那個教會那個敬拜 一開始幾個大學生 就跑去外面抽煙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相信這個情況 可能每一個教會都有 而且要不然就是玩手機 還有什麼講話的 就是各種活動都會有吧 我好心虛啊 人都悔改了 從今天開始 或者有的時候有人坐不出來 就趕快說我跑到廁所去看一看 或者什麼什麼的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對吧 但是我看到有那些採訪 這些大學生真的講啊 他說他們在那裡 忘了時間 就是他們都沒有人在看手機呢 對 而且他們這個活動帶下來 很多人是沒有信主的 哦是哦 對然後結果 他們就開始在那裡給人受洗了 哇哦 我也有看到 他說什麼 兩個年輕人在那個地方 前面那邊 然後那個男的就講說 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在那個地方 唱了四個小時的歌 那感覺指向三十分鐘而已 嗯 就是說時間過得好快 然後時間過得好和平 好和諧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因為我第一次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也是那樣子的感覺 我就是跪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在那邊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我就很難過 我就在那邊大聲唱歌 後來那個也是大概兩個小時的一個敬拜時間 但是你不覺得真的是兩個小時 你覺得就是哦 在那個地方 當下就是最快樂 然後最開心的時候 然後你覺得你好像生命真的有一個方向 生命中有一個突破 然後你就可以感覺到神就在你身邊的這種感覺 嗯 就像你剛才講的 年輕人的確是需要方向 而且這個方向 如果要是沒有認識神的話 就比如說我們在社會裡面 我們基本上找不到一個正確的方向去進行啊 那我們很多時候看到說 現在社會上產生的很多問題 你就會發現年輕人 其實是一個非常容易被人利用的族群 不管是說去抗議墮胎這件事情 對吧 他們就非得說這是女性的權利 就說你要去墮胎 那這樣的一批人 大部分也都是年輕人 或者你看那個黑命貴 對吧 參加這樣遊行的大部分也都是年輕人 或者是同運的遊行等等等等的 就是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年輕人的可塑性是非常強的 因為這群人是非常有活力的 而且這群人是要找到一個方向 他們是抱著滿心的這個期待 他們是想要去做好事 那些參與那個黑命貴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以為他們是正義的呀 對吧 除了是說黑命貴那些在背後的操守 或者是那些那個掌控全局的那些人 他們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 但是這些被忽悠的年輕人 他們是不知道的 他們以為自己是正義的 他們就說這個事很好 我們希望那個每個人都得到平等 那你說從這個角度來講 沒錯 在神的眼裡 我們的確都是平等的 而且基督族也是喜歡和平的一群人嘛 但是只不過 他們會被那種不正確的教導灌輸了之後 他們會以為那個是好的東西 包括像墮胎 對吧 那你說你不讓墮胎 從他們的角度去理解的話 他就說你不讓墮胎 就是你在迫害女性 他們不希望女性被迫害 他們是想很天真的一群人 想要做好事的一群人 但是被這種壞的東西給灌輸了 其實這在歷史上面 其實也都是這個樣子 你看任何國家 每一個什麼革命啊 什麼的死的都是大學生 都是高中生 你不用講說 我們美國當時建國的時候 你就講國父孫中山 然後呢 毛澤東 或者是什麼斯達林 希特勒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都是一群年輕人 幾個老人在那邊講話 然後呢 一群年輕人過去說什麼 我們要什麼 我們要更好的 我們要平權 我們推翻資本主義各方面的 很多年輕人覺得 他們是在做好事 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還有像說 美國建國國父 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 你如果當一個領導的職位的話 你如果是一個領導的人的話 你是有義務要帶領年輕人 然後告訴年輕人說 那個方向是錯的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方向是什麼 就是朝著聖經的價值觀的方向 這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然後這個東西是教會 最需要傳達給年輕人這個東西 很多教會遇到這樣的議題 是不太敢碰的 萬一我跟這個年輕人想法不同 像說萬一這個年輕人支持墮胎 然後我跟他說 墮胎不是一件好事情 萬一這個年輕人支持同婚 然後我跟他說 同婚是不好的事情 這些年輕人會反擊 會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一定要跟年輕人這樣講 你一定要把事實告訴年輕人 你要把更好的方向告訴年輕人 為什麼不能墮胎 為什麼有實戒 很多人我們會覺得說 年輕人聽不懂 當我們有這樣子想法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年輕人 丟去給那些豺狼虎豹 讓他們吃掉 讓他們吞食 我們一定要把這樣子的 一個方向給年輕人 我覺得我們兩個會有 這個calling來去做這個頻道 就是我們聽到了這樣子的方向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社會上面 有太多太多這樣子的議題 然後是年輕人不知道的 你說現在這些社會上面的議題 墮胎 同婚 同孕 然後黑命貴 這些東西 教會知不知道是壞的 教會一定知道是壞的 但是教會不敢說 教會只敢就是 我們祷告 然後幫年輕人祷告 然後求神來什麼什麼什麼 但其實這不是人 但聖經裡面也說 長老要帶領年輕的人 保羅也是帶領什麼提摩太 那些東西的 耶穌也是帶領一堆 還沒有信主多久的 所以說老一輩的人要帶領年輕人 然後老一輩的人要帶給年輕人方向 是非常有意義 而且是符合聖經的 對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就不用害怕 因為很多的時候 我能夠明白教會的心情 比如說我跟他討論一個什麼議題 如果要是把他傷害到了 他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封閉了 你就導致他以後可能跟神都不會很親近 或者怎麼樣 但是其實這種時候呢 當然要有很多從神而來的智慧了 就是怎麼去跟年輕人講這些事情 讓他們能夠有一個平等的一個對話的一個關鍵 因為我相信就比如說 不管是墮胎或者是怎麼樣 如果你提出一個跟他們想法是不同的這個 我相信他們是願意去了解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想如果要是一件事情 你跟他的看法不一樣的話 如果你不是抱著批判的態度 就是你就是錯你就是錯 那你這樣的話他可能就不願意停了 他說那我就是對我就是對 對吧他就會變成這樣 但如果說你如果要是從一個比較理性 或者是比較平和的角度來講 就是我們可以討論這個事情啊 你說出你的觀點 我說出我的觀點 然後我來說服你 你來聽聽我講的到底對不對 那我覺得通過這種方式來講的話 年輕人其實是願意接受的 就說好啊 那我來聽聽你為什麼會有那樣的想法 對吧 那我認為你的想法是在害女人 那你就來講講 為什麼你的想法不是害女人 為什麼我的想法是錯的 我覺得是要有一個是去講的人 要也有智慧 然後願意去這樣敞開心 跟這些人真正的交流 那通過這樣的交流之後 聖經根基要好 然後你這些事情要講的明白 年輕人一聽 他明白了他就會接受 我覺得是這樣的事情 但是問題是教會願不願意去做 很多時候教會對這種話題是迴避的 我覺得這個是產生問題的關鍵 就是迴避 我們舉性教育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小孩他不懂性教育的東西 他不懂男人跟女人 是怎麼創造出來一個孩子的 那如果家長不告訴他的話 你不告訴他什麼是正確的 他就會拿手機到黃色網站上去看 家長不教 黃色網站會教他 因為他有這個疑問的話 他一定會要去找到答案 答案不從正確的地方來 他就是從錯誤的地方來 那包括像這些 不管是幾乎土對於墮胎的看法也好 或者是變性同性的這種罪也好 沒有正確的教導 告訴他說這些是不好的 然後為什麼是不好的話 那他接受這些問題的答案 就是會從社會上面來 他的答案就會從planned parapher的來 他們會說墮胎是好的 真是女性的權利 他們就會認為說原來這個東西 理解的邏輯是這樣的 所以他是好的 那你要是不跟他說 那個LGBQ這個東西是罪 他就會從社會上面學 他會從手機上面去學 看完了之後說 這些人說的對呀 對呀我們要平等要包容 所以他們就會接受這個東西 那很多時候其實教會 不能放棄這樣教育的機會 雖然這些話題好像感覺難以啟齒 或者是感覺我們之前沒有過這種先例 就是可能我的屬靈父親母親 我也沒看見誰孟會去做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成為一個變革者 就是我們知道這些東西在傷害他們 而且在傷害基督教的這樣一個文化 那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 可以研究一個課程或者等等等等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跟他們講 讓他們能夠接受 我完全同意你剛剛講的東西 很多教會是在回避的 然後很多牧者是會回避這樣子的話題的 就是說我們就不要討論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好好讀聖經就好 但你會發現就是敵人沒有這樣想 敵人會是 他就是專注於這些東西 因為你沒有講的話 那我就講給你的年輕人聽 那為什麼教會不敢講 或者是牧師不敢講 常常是因為教會自己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研究這些東西 父母也沒有什麼研究東西 你說什麼兩性關係啊 性教育啊 你叫父母要跟他自己的小孩講 他不知道講什麼東西 就說我小時候長大就是這個樣子啊 我就到一個時間我就結婚生子 然後對 但是年輕人會想要去找到答案 年輕人不會想說 這邊有一個正確的道路 他會覺得說 我這個樣子做不是也可以嗎 那我這樣做的話 也沒人告訴我說是錯的 那為什麼你一定要跟著你的這個方向去做 那我這樣做的話 儘管很多人說是錯的 但是他就會找到很多的理由 來去合理化他的錯誤 我就講同性戀好了 同性戀是我們的觀眾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非常憎恨同性戀 然後留言說什麼 當基督徒一定要憎恨神所憎恨的 所以一定要憎恨同性戀 這個東西我們是完全不同意的 對 因為這個裡面要那個說清楚幾件事啊 對 就是你是要憎恨罪 還是你要憎恨這個人 這個這個事要分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就是你可以恨乎這個罪 然後告訴大家說這個是罪 然後告訴他們聖經真理 但是你不要去恨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他是被罪捆綁的 我們要用神的愛去愛他們 教會要不要接受這樣的人 要接受這樣的人 而且用神的愛來幫助他們 從這個裡面悔改過來 告訴他說 你這個是罪啊 那通過幫他一系列的建造 然後他可以脫離這樣的罪 那這個事情是要講得很清楚 就不要說一說同性戀是罪 然後看見那個被同性戀 最捆綁的這樣人 就說你就是怎麼怎麼樣 你就怎麼不要這樣 對 基督徒對於同性戀的看法 你不要說什麼你這個會傳染 然後你會怎樣 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個想法 如果說基督徒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你沒辦法救任何人 因為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對 那這一次的這個禱告會 我相信一定是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樣的話題 觸摸到這麼多的年輕人 讓年輕人有一個報復說 我們要來認罪悔改 我們要來跟隨神 他們一定是知道說自己是有錯誤的 我覺得所有教會都要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看見 就教會歡迎同性戀來教會 而且覺得說我們都是罪人 然後你輕易來教會 然後我們來告訴你 我們怎麼樣靠著耶穌 我們怎麼樣認罪悔改 我們戰勝自己的欲望 這個是教會應該做的事情 不是說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你們同性戀會傳染好噁心啊 你們所得嘛 地獄下定了 不能這樣講的 因為要明白就是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只不過我們犯的罪的種類不同 對 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當然了 像LGBTQ這些人就是為德之民的 對吧 我們還是沒有得到 那教會呢 或者是各個機構 應該更多歡迎他來到我們中間的 我們跟他們沒有任何不同了 就是在這裡講 就不能也不要給他們一種感覺 說我們高高在上 好像我們比人家多優越 沒有這回事都是罪人了 在神的眼裡都沒有區別 我們也不要任何區別去對待別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年輕人呢 其實並不是社會的禍根 而是可以被神興起 而且是被神使用的這樣一群人 那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說年輕人呢 容易會被這些黑暗的勢力去利用 就是因為可能真光還有真理的 這樣的話語沒有進到他們的心中 或者是沒有第一時間進到他們的心中 所以黑暗全是在第一時間進到他們心中 他們會覺得說這個東西可能是對的 但是這個時候需要更多的神的話語光照進他們來 所以他們能夠一看說黑暗光 黑暗光他們會有這樣一個區分 那我們看到說很多現在社會上的問題 就是年輕人沒有目標 就會導致很多現在年輕人就是躺平嘛 對吧就是我啥也不想幹的 我就想躺平 我趕緊的我就那個退個休就好了 我就趕快躺平 那這就是沒有目標會導致的事情 沒有目標會導致什麼吸毒 趕快混日子吧 沒有用了我這條命是吧一文不值 我活著幹嘛呀我能快樂一秒鐘是一秒鐘 要不然就是還有兩性關係不健康 那這裡面就包括說 有一些被同性戀的這個醉捆綁了 被變性人的這些東西捆綁了 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說婚內出軌啊 或者是什麼婚前性行為等等等等 就是除了神設定的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 這種婚姻之外 兩性的關係非常不健康的問題 還有就是造成賭博 現在年輕人賭博的太多了 我以前沒有說那個特別注意過這方面的事情 後來真的發現很多人被賭博捆綁了 而且是一賭博十幾萬的就就沒了 非常可怕的事情被這種東西說 還有就是說 對父母不聞不悶 很多 對這個家庭的這種情感關係非常的淡漠 等等等等 那所以呢就是教會可以去幫助年輕人 教會可以去建造年輕人 就像這一次在這個學校裡面的復刑一樣 我們教會中的年輕人也可以復刑 而且我們教會可以往外擴展 有更多的年輕人可以進來 比如像教會青年團契 社青的團契 以及在大學裡面開展的校園的團契 其實我們都要幫助人 能夠找到真正的生命的意義 以及前進的目標還有方向 其實就是真就跟你剛剛說的一樣 年輕人最想要的是什麼 年輕人最想要做的是做大師 或者是很有名 或者是想要掌權 對 掌權有錢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我們可以告訴他們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比你自己本身還要更大的 是更偉大的一件事情 有一個屬於天國的目標 你可以變得更好 你可以當你們班上最神聖的那一個 OK 你可以當你們班上就是 你們考試作弊 我就當那唯一一個不作弊的 你們全部都支持黑命貴 我可以當那個唯一不支持 然後我們相信真理的 因為我相信所有的人的人命都重要 不只是黑人而已 然後你可以選擇說 你們這樣子濫性成這個樣子 我可以保持我自己的純潔 你們可以就是每天讀那些 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可以每天選擇讀神的話 你可以變得跟世界不一樣 年輕人可以變得跟世界不一樣 當你這麼做的時候 是有一個目標的 是有一個獎賞的 這個獎賞是非常非常棒的 你得到的榮耀是屬於神的榮耀 你把你這些東西 你把你的榮耀全部歸給神 神就會大大的使用你 你的人生會變得更有意義 會變得更有目標 會變得更有方向 就像我們這個事工 很多人一開始的時候都不看好 或許現在還是不看好 對不對 你們兩個年輕人 就是又沒錢 然後什麼你們在這邊騙錢嗎 你們如果說在那邊說 你想不能大大使用的話 那你就是好好的工作 然後你週末有時間的時候 你再錄個AI news就好啦 你幹嘛在這個地方 然後要別人什麼捐錢 你要不要臉 這種聲音很多 但是我們知道說 This is a test 然後是神給我們的 calling 所以我們這一輩子做的所有工作 沒有一個比現在更有意義的 就算錢是最少的 最常被人罵的 但是我們得到的鼓勵也是最多的 而且我們得到的回應也是最棒的 沒有一個工作可以讓我們 改變一個年輕人的方向 說我本來是想要變性的 然後現在我不變性 沒有一個工作可以讓一個年輕的大學生說 我是同性戀 但是我決定我不要犯奸淫 我要好好讀聖經 認識神給我的那個未來的另一半 沒有一個工作可以感動到一個高中生的靈魂 跟他說現在要去學校 我現在要去大學 然後我要當這個世界的炎跟光 我要在這個地方傳福音 這個是讓更多的人有意義 更多的人有目標 更多的人有希望 在這麼黑暗的時代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但是很少人這樣去做 除了把希望放在神身上以外 我們還要跟著神一起去動工 一個學校 一個小小的一個大學 你開放一個地方 讓這麼多年輕人在這個地方敬拜 年輕人在那邊遇到神了 就說我不想走了 我就在這個地方等待你 我連學都不要上 我真是不是叫大家不要去上學 但是當你遇到神的時候 當你encounter God的時候 Nothing else matter 為什麼耶穌會在那邊講說什麼 你如果愛我沒有勝過於 你愛其他人的話 你就沒辦法跟隨我 就是這個樣子的感覺 我就是要愛耶穌 然後在那個地方 耶穌跟你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And courage is contagious 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旁邊的會有好多好多的人跟著進來 但是神真的太棒了 這就是我們這個平台想要做到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的方向 對所以前進的目標一定要堅定 就是必須要明確 是朝著神設立的那一個標杆直炮 那這些呢 是我們都可以幫助我們身邊的年輕人 對吧我們可以為他們祷告 我們現在看到在大學裡面有復興 我們希望各個大學都開始有復興 我們希望各個的年輕人都可以起來 找到他們前進的目標 而且真的被神觸摸 真的被聖靈觸摸 他們的人生從那天開始就要開始有轉變 就要開始有翻轉 就要跟以前不一樣 他們的認知 他們從里到外都要拖去救人穿上新人 所以是非常非常有盼望的 你有看過這樣子的事情嗎 沒有耶 我那個時候 impact 有一個女生 她那時候在大學就是 她在考final的時候 她就在那個地方圍著一個 原本是小小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就開始在那邊敬拜 她就說我們要在那邊敬拜神 三個小時之後 然後天色開始暗了 然後什麼 然後學校看了就說 欸怎麼辦 學生都在那邊 一堆基督徒在那個地方 黑人 白人 亞洲人 全部都在那個地方 學校主動去搭那個棚子 一個一個棚子在那個地方 然後四個棚子這樣子圍著 然後呢全部人在裡面祷告 彼此祷告 彼此祝福 然後在那邊幫別人醫治祷告 Final還是很重要啊 但是在那個當下 那個聖靈充滿更重要 然後所有全部都是大學生 就在那個地方 也是沒有什麼牧師在那邊講道 也是沒有什麼 就是全部在那邊敬拜神 大學生是可以做到這個樣子的 大學生你不要覺得說 他們每天在學校漫無目的的 大學生 他如果看到神的話 他如果感受到神的話 他是非常願意跟隨神的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樣子 當我們看到耶穌的榮美 耶穌的榮光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是追著上去 抓著不放的一個情形 就像那時候那個血漏的婦人 抓著耶穌的衣角一樣 大學生每一個都是 我們就是要讓他們看到 耶穌的榮美 好所以我們繼續祷告 有更多大學生 有更多年輕人可以起來 而且我們教會也知道 我們前進的方向到底是怎麼樣 你聽了這樣一個好消息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 哇好興奮 你看那個視頻中 你有沒有感覺 我感覺好感動 好想我哭 好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呢 或者是你覺得 我們在未來的方向 就是教會如何能夠更多的 幫助年輕人找到目標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 就是不管是教會也好了 或者是作為他的這個 鼠齡的長輩也好 或者是作為家長的角色也好 或者是身邊的朋友也好 等等等等 如何幫助一個年輕人 能夠找到 讓他去承接神給他的護照 讓他能夠找到 人生的一個目標 有什麼好的辦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這個是蠻重要的一個議題 對因為其實你 你一接觸神 然後你看到神的容 你被聖靈充滿了之後 最危險的就是 你接下來一定會被魔鬼攻擊 一定會 馬上就會有一堆 亂七八糟的事情發生 像我之前去福音營 從山上下來了之後 哇覺得自己 哇 不得了了 對啊聖靈充滿了 真的 那個時候 就是最容易被攻擊的時候 所以說 當這些大學生 被聖靈充滿了之後 教會要怎麼教育他們 教會要怎麼在短短的時間內 把十戒的方向告訴他們 把神的律法給他們 把他們未來的方向給他們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反而是 教會裝備年輕人最好的時刻 不是說 他信主了 那很好啊 記得來教會 這樣就好 不是 你一信主了之後 馬上開始 什麼樣的課程 十戒 然後 為什麼會有十戒 摩西五經 民宿記為什麼要寫得這麼複雜 各方面的東西 全部要馬上篩給這些年輕人 第一個 這個時候是他們最火熱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第二個 這是他們未來的方向 你如果不給他們方向 他聖靈充滿你不給他方向的話 他們就開始亂走了 對 你說很有道理 所以說 教會一定要在這個短短的時間內 抓緊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一個年輕人 在你的那個祭壇上面 聖靈充滿了之後 你是要馬上過去跟他說 你想要幹嘛 神想要幫助你找到方向 你想要做什麼 你哪裡受傷了 你不是說什麼 好 我們就去 你就去小組就好啦 你就去怎樣怎樣就好啦 你記得參加主日學啊 記得來教會啊 這個樣子是最磨人的 這樣子一下子年輕人就跑掉了 你不用年輕人 老人都跑掉了 更何況是年輕人 的確就是要趁熱打鐵了 趁熱打鐵 就是在他對神最有興趣的時候 或許他的生命還不成熟 或許他的聖經知識還都不知道 但是他已經被神觸摸了 這個時候要趕快的 把這個聖靈最精華的東西 趕快給他打鐵 因為你也是這個樣子吧 對 但是我跟大家 就很多人來講 其實我的經歷好像 不是說特別一樣 是嗎 對 因為我從信主之後 馬上就基本上很快 就沒有走什麼彎路了 說我又去幹嘛 又去幹嘛沒有了 首先能告訴年輕人就是 你一聖靈充滿了 一接受到聖靈了 第一件事情 絕對不是說什麼 我要去台上戴敬拜 絕對不是說什麼 我要參加什麼服事 絕對不是說什麼 我要做什麼事情 讓更多人看到說我是基督徒 而是謙卑下來 讀聖經 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當一個年輕人 決定要跟隨耶穌的 第一課 你就是要跟他說 我們一起謙卑下來 我們一起讀聖經 這是我做的事情 沒人告訴我這麼做 但是就是我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就是那時候 就是 之後 然後我就開始讀聖經 我就有得著 我信主了之後 的第一堂課 就是謙卑 就是我接觸到這個整個的東西的話 第一件事情是 我清楚耶穌是神 第二件事情就是謙卑 所以這個路線是對的嗎 不知道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但是這個是我的經驗 當時是這個樣子 我的經驗也是這個樣子 因為很多的人 他就是一信主了之後 就說什麼 我會彈吉他 我可以帶進去拜 我可以怎樣怎樣 我可以打鼓 我可以怎樣怎樣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他在做那個同時 反而他沒有去讀聖經 但是聖靈充滿第一件事情 就是應該去讀聖經 那大家對這些都有什麼看法呢 大家有沒有什麼經驗呢 這個在評論群裡面 大家一起可以來分享 或者是你覺得說 在這個年輕人 被聖靈觸摸了之後 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快速給他們打一針 屬靈的booster 可以讓他們 在這個時候 根基就砸穩固 就不至於說飄來飄去 我覺得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得到年輕人的話 是希望他們以後 有一個永續的發展 而不是說 現在你被聖靈充滿了 五年以後就不見了 十年以後就不見了 這個當然是我們不希望 我們希望建造起來 就是深深的能夠 把每一個都建造起來 這個也是非常值得討論的話題 所以歡迎大家 一起來討論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Eaton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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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